游家欣这日出席摄影器材品牌活动 还去到门市做一日店长 吸引不少摄影迷和粉丝来捧场 又有话入行后 自己越来越喜欢拍摄 不过就不是拍人 是被人拍 那自己是否本身都很喜欢拍照 是的 其实我真的超级喜欢拍照 我自从入行之后 我发现原来我是很喜欢做模特 被人拍照 我觉得那种你拍完之后 然后你看到有一个 很漂亮的一幅相出来 你会觉得很满足 其实你是喜欢被影多过影人 没错 我是喜欢被影多过影人 因为我其实不太懂得用相机去教他们的模式 所以我就是享受被人拍多一点 但是知道你对蝎影也有研究 是不是前陣子也有买了一些相机 入手了 也是 因为我见身边很多同事 他们都用相机拍到很多漂亮的相机 所以我就深思思又很想买 终于就下手买了一部 对 买了一部 平时通常又会找身边的同事 还是家人帮你操刀呢 那些相机 我通常就是找我以前中学的一个 best friend 拍的 因为我和他比较熟悉 他帮我拍出来的相机 我的表情就会是最自然 最自然 悠悠和品牌合作了几次 虽然对渣机拍摄还是门外看 不过听他略懂一二的讲解 看来都学到 今天你男生来做一天店长 自己感觉是否都很兴奋 可以接触到这么多粉丝 又可以有这么多摄影器材 其实是 因为我觉得我自从上一次为这个活动 去拍了一本 拍了一些教科书 类似教科书的东西 我已经觉得对这个摄影器材 多了很多兴趣 我自己都会想试一下 用一部相机帮人拍照 今天再来做这个店主 就更加深刻 认识更加多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你也可以 稍后又可以做你模特 可以 你心目中自己 有没有说会拍什么类型的照片 例如风景 人像 还是怎么样 我自己的话一定会喜欢拍人像 因为我很喜欢他有景深的效果 如果你说拍风景的话 我又不会太懂 日前柔柔和陈家慧 还有三位小生吴韦豪 林静峰和许俊豪 一起出海大玩水上活动 刚好Erica和Lincoln 阿峰和柔柔 两对非文男女一起现身 马上来网民关注 柔柔都有趁机跟大家解释 是因为有这个组合出现了 没有 其实因为我们这个组合 就是回归演员的组合 我们当时一起拍摄 然后就说 如果有一次 可以大家一起出去玩一下水 那就好了 我们约了很久 约了五六个月 那一天 就真的大家刚好有其他客 然后就说 不如我们就出海玩一下 Wake Surf 那天也拍了很漂亮的照片 说好了 我们大家只顧着玩水 所以都没有我怎么拍到照片 其实